大家好 给大家播报一个国内刚刚发生的事啊 又是一个恶性案件啊 这个刚刚啊 疑似上海复旦大学 一个老师把另一个老师给杀了 老师杀老师 这有 警情通报 上海文保 上海文化保卫局 公安局的文保局 就是说这个文化单位 包括各大学 由他们来管 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公安分局啊 这个 警情通报 2021年6月7日 14时52分 就是今天 下午两点多啊 快三点的时候 杨浦区 邯丹路某大学 就是上海复旦 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 民警迅速到场 将犯罪嫌疑人江某啊 江子牙的江 南 39岁 该校教师控制 经120现场确认 被害人王某 南 49岁 系江某同事已死亡 给扎死了 差十岁 39的 杀了49的俩男老师 经初步审讯江某自述 因工作关系 对被害人怀恨在心 就是工作上的谁晋升了 谁挡着谁的路了 或者是其他一些鸡毛蒜皮的 大部分的中国人 很多的中国人是都是小心眼 对吧 因为你生活中该有的权益 你该表达的很多的途径都给堵死了 所以剩下的空间本来就很窄了 所以为什么我前两天做的节目 有两亿五千万的中国人 有各类的 各种各样的轻重程度不一的心理疾病啊 精神疾病啊 对不对 故对其实施侵害 现江某已被刑事拘留 第一次听说有文保 以前听说过国保 国内安全保卫总队 他是一些政治上谁不听话弄谁 文保 就专门控制文化界各大学的 以后是不是还会有医保啊 医疗警察 官保啊 以后出现警保就成笑话了 保护警察的警察 有保护当官的警察的啊 有人说了 邯郸路的某大学不就是复旦吗 是吧 老师也得有心理考核和定期辅导 都会有精神病啊 北京安定医院专门治精神病的 我的客户七八百人 还至少有两三个精神病的 那是严重的 已经符合诊断标准的 不严重的潜藏的有多少 对吧 我觉得挺离谱的 发生这种事情 网络舆论不是对命案的审判 而是对学校的审判 对中国教育体制的审判 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应该反思 当然了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都成杀人犯了 那些自称提供这个社会道德良心的 不出来交代交代吗 还有人不知道复旦十八驢吗 什么叫十八驢 就是十八名复旦大学学生进入安徽黄山 一段未开放的区域探险 并非通过买票进入一般景点 部分人仅为旅行者的装扮 缺乏足够的专业和齐全的装备 被困后报警求救 后撤途中 民警张宁海坠牙牺牲 为了救他们 死了一个警察 他们是根本就不买票 就自己偷摸的就进去了 但在很多复旦学子哀悼遇难民警 批判十八旅友 讨论回报民警家属的同时 却同时存在着另一些声音 一些复旦学子在论坛大谈 面对媒体如何公关 甚至说出了警察就该为纳税人服务这样的话 后来获救的学子回到学校后再起波折 十八人 获救名单中的杜斌 是复旦登山协会的成员 他在网上与同学的一段对话 被网友截屏 放到了猫铺上 刚刚获救回校的杜斌 心理状态还可以 与同学在留言对话中透露出 校方让大家克制 石宾 石翔 有一个叫石翔的 还提醒杜斌要学学危机公关 经过这一次登邪就是你的了 复旦的登山协会就是你的了 够邪恶的啊 多自私 你要学着去建立秩序 要学着去建立秩序 去控制老人 去协调关系 去利用资源 就是这个协会可以给你的 杜斌回应说 嗯 还得靠你们 我经验太不足 先渡过这次难关吧 这就是所谓的夺权帖 他们商量怎么夺权 怎么获得更多的资源的帖子 这个杜斌是登山协会新会长 而石翔是两任之前的老会长 这又转到另一个题材上去了啊 这复旦最有名的是张维为 啊 这也是一大坏蛋 一大忽悠啊 非蠢即坏 还有陈平 这都是他们的校友 令人震惊啊 全国知名的上海复旦大学内 象牙塔内的高级知识分子 遇到矛盾和问题 不是理智的和平解决 而是选择暴力杀人 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看看吧 学校的宣传部啊 新闻发言人又得出来粉饰太平啊 说啊杀人的有抑郁症啊 然后被害人家属情绪稳定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当中 要相信伟大的党 相信政府 相信校方一定能够妥善解决 我是县长 派来的 一个人一杆枪 是不可能的 是吧 这个山西省万荣县啊 水泥厂厂长王二旦 中共中央国务院 山西省万荣县 水泥厂厂长王二旦 荒诞 荒谬 哎呀 荒唐 这就是当今社会啊 野蛮 丛林法则 最近的杀戮 多少起了 大连 驾车 撞死那么多人 是吧 安徽 安庆 啊 这个湖南 撑州 是吧 多少起了 太可怕了 好 好 好